以色列是十四万四千人被印 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 只长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 拿着永生神的印 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的 河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 得于海并树木 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鹅 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 受印的树木有十四万四千 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一万二千 流变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加的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亚舍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拿夫他利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马拿西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西缅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利未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以萨加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西布伦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约瑟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变雅敏支派中受印的有一万二千 无数的人从各国各族而来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 手拿棕树枝 大声喊着说 愿旧恩归于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神 也归于羔羊 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 并似活物的周围 在宝座前面 浮渝的敬拜神说 阿们 送赞荣耀智慧 感谢尊贵权柄大力 都归于我们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 这些穿白衣的是谁 是从哪里来的 我对他说 我主你知道 他向我说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曾用羔羊的血 把衣裳洗白净了 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 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 做宝座的 要用帐幕复辟他们 他们不再饥不再渴 日透和炎热 也必不伤害他们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 必牧养他们 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也必擦去他们 一切的眼泪